20架运20战略运输机罕见同框亮相 中国空军也是国产战略运输机装备大户 规模即将破败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秘财虎 我是虎妞 最近网络上曝光了解放军空军 某基地20架运20战略运输机 同框亮相依字排开的照片 这是自从运20大规模生产并且列装后 第一次出现一个空军基地 就能够停放20架运20的壮观景象 可以说这样的气场绝对不输美空军 而且从运20战略运输机 近期大规模集中公开亮相的情况看 运20的大规模量产速度和部队接装的速度 远超外界相向 按照妹妹的估计 解放军运20总数 在去年的数量差不多在68架 而加上今年量产的运20战略运输机 解放军的运20总数应该至少突破了80架 长期以来 运20的总数还是因为发动机的工艺问题而备受困扰 要不然 按照2016年到现在的正常产能爬坡预估 解放军的运20总数早就可以突破100架的规模了 此前运20使用的发动机是俄制的D30KP2发动机 需要4台 然而尴尬的是 我军的现代化轰6系列轰炸机也使用的是D30KP2发动机 因此 之前从俄罗斯进口的D30KP2发动机 还需要考虑同时供应给运20和轰6这两种机型 再加上俄方的发动机产能有限 导致运20生产多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而且因为俄制发动机的推力有限 也导致运20的性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好在我国早就着手准备研制新一代的国产大喊道笔涡轮风扇发动机 就是涡山20 从2014年就开始陆续测试 运20战略验证机在2022年就被爆出了搭载涡山20进行测试的照片 而按照美媒的报道 搭载涡山20的运20B战略运输机 已经在今年年初进入解放军部队服役 可以说中国在大推力国产发动机上的进展 一方面让中国更进一步摆脱对于俄罗斯发动机的依赖 并且能够使运20的产量不受发动机供应的限制 这样一来产量自然是上升的 另一方面则是涡山20相比第三零KPR发动机性能更好 推力更大 能够使运20发挥极限性能 比如说采用涡山20的运20B 其航程搭载能力均超越了使用第三零KPR发动机的早期运20 可以说随着运20大量的生产并且列装部队 解放军未来的兵力投送能力将会获得质的提升 比如说过去解放军依赖的1276运输机 载重能力只有42至48吨 甚至无法运输解放军陆军的主力装备99A驻战坦克 让解放军陆军的重装备投送能力大大折扣 而运20的载重能力高达66吨 其巨大的运载能力可以将大量装备 人员和物资迅速投送到数千千米之外的目标地区 此举将显著提升解放军的远程投送能力 实际能够更快速高效地投送兵力和装备到战区 提高军队对远程地区的快速响应和支援能力 在海外任务中 作为一种战略性运输工具 运20的大规模使用将是解放军在战争和危机 应对中具备更强的机动性 尤其是在支援灾难救援 国际违和 海外撤侨等任务 比如说运20出境前往阿富汗提供救灾物资 像塞尔维亚运输防空导弹等任务 此外 在应对地区冲突和安全威胁时 运20的机动能力将使解放军能够在较短时间内 调整战略布局和部署 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而且 运20还能作为多种大型军用飞机的改装平台 比如说运20战略运输机 在解放军研制预警机 加油机和反潜机方面 都有重要的帮助和影响 比如说运20因其较大的体型和内部空间 能够安装大型的探测雷达 通行设备 加油设备 而且运20的远程作战能力长 止空时间 时期 可以作为一个成熟的平台改造成大型的预警机 加油机和反潜机 此外 除了解放军自由 运20作为一款性能优越的军用运输机 具有很大的潜力 在国际军贸市场上推广 全面量产运20 不仅可以满足解放军自身需求 因为现在美国的C-17已经停产 俄罗斯的伊尔7-6性能又不如运20 因此 运20还有望拓展出口市场 通过出口运20 中国将能够与其他国家加强军事合作 拓宽国际合作渠道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国际地位